近年来,随着低空经济走热,各项低空飞行加经济行动层出不穷 近日,在成都天府新区科创生态岛 工作人员正按照小程序外卖订单将咖啡放进一架橙色六旋翼无人机的运输舱内 准备就绪后,无人机迅速自动起飞 按照设计好的航线开始执行派送任务 不到10分钟的时间,无人机咖啡外卖就抵达了降落点 物流配送,然后主要我们现在的话是主要应用于送咖啡或者是送文件 通过我们的5G网联技术,5G网联技术它是有一个大带宽以及低食言的特征 可以保证无人机进行一个低食言的数据回传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物流配送的话,可能是需要30到一个小时 那我们飞机过来的话,可能10分钟就可以搞定 这个时间的话,可以大大的进行一个缩减 李翘介绍,依托5G-A网络,通过引入通感议体,空天地议体等技术 除在日常生活场景应用外,低空加智慧询检 低空加应急救援等场景均以实现落地应用 通过我们的林营平台,可以把平台和我们无人机的数据进行一个打通 可以实施的进行数据回传,以及它的一个视频回传 飞行服务的一个监控 之后的话,如果我们在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空域 以及我们的导航技术的丰富下 那我们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些场景应用 我们在城市治理方面可以进行现场的一些疏导 或者是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空中站人的无人机进行一些交通运输的一些改变 据悉,目前天府新区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培育方向 主要集中在城市治理、物流配送中的部分领域 下一步,天府新区还将持续拓展低空应用场景 构建全面创新的低空经济生态 我们还将持续拓展无人机在应用抢写、文化保护、环境检测等方面的应用 在已经开展外卖配送场景的基础上 我们正计划与顺风科技等龙头企业合作 开展医疗物资物流配送和新营售等领域的低空物流配送服务 进一步加快丰富低空物流配送的应用 第三个是载人观光旅游、新区尼与华兵西部通用航空等企业开展合作 策划低空经济、文旅消费施展场景 除拓宽低空加应用场景外 低空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负责提供基础服务的后勤保障 在成都市低空交通管理服务中心 执行飞行任务的无人机的飞行数据、航线等相关信息 在低空交通综合管理平台上一览无余 成都市的那个低空交通综合管理平台 是服务于整个成都市的低空飞行管理的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平台 这个服务平台汇聚了我们整个成都市空域范围之内的 短途低空载人飞行、低空无人配送 以及城市巡检等多种服务场景 具备了对无人飞行器的飞行态势的监管 对空域的管理以及飞行活动管理等多种功能 据悉,目前该平台正处于测试阶段 未来除基本信息服务外 平台还能提供更多增值服务 以保障低空飞行的安全、有序、高效 现在我们的第一期是先是联通的是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系统 然后下一步我们会和通用航空进行对接 最后形成一个整个空域的一个整体管控 通过空域划设之后可以给市民们提供更多的以四杯的一个场景 然后给企业能够提供更便捷高效的一些航路路径的一些设置和功能服务 然后为这些航路提供服务了之后 为这些企业提供更多的一些商机 或者叫更多的一些空域上面的一些服务 然后来发展我们的低空经济 据悉,四川是全国首个低空空域协同管理试点省份 自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改革试点以来 成都市有人机累计飞行超过40万架次,8万小时 无人机累计飞行超800万架次,60万小时 天空之城正逐渐触手可及